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是什么 做是不动 做了就不动了 不是身不动 身都不顺活 他动不动有什么关系 重要是心不动 随大臣经历的长相 行 住 坐 物 皆是差 你走着 住就是坐着 住是站着 坐着 躺在床上睡着 全是差 心不动啊 心住在一个境界上 那我们今天坐禅 就是心住在阿弥陀佛上 心住坐物 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你就在禅定当中 哦 这个禅 释迦牟尼佛参谈 在大吉经上佛说 持明镍佛了 是无上神妙禅 啊 这释迦牟尼佛清空说 啊 禅 在大臣 一般说 比别的法门都高一等 那念佛是无上神妙禅 比禅又要高一等 啊 聚音禅落 中国人喜欢简单 而尾音生掉了 啊 就用这个禅字 意思是禅语 啊 静是清静心 智心一处 就是静 啊 啊 所以它是止 律呢 它是管 它的心不是死的 不是空的 它有境界 哎 你就守住这个禅记 我们念佛人禅记 就是一句名号 阿弥陀佛 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 都可以 一切时一切处 你念念守住 这一句名号 啊 不允许任何杂念夹杂在里头 你念佛功夫就成就了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了保证了 啊 决定的神 啊 这个时候念佛 一念相应 一念佛 跟阿弥陀佛相应 念念相应 有很多的杂念在里头 一会想动 一会想喜 啊 把念佛的功夫完全破坏了 自己不知道 自己还认为 我是念佛人呗 我天天念佛 我每天念佛多少万圣呢 啊 不晓得 多少万圣里头有怀疑有假惨 破坏了 啊 那一种念佛 那就不是成 如果念佛专注这一命 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那是成 啊 那一种念佛 就是师尊所讲的 无上神妙成 啊 所以懂得禅的意思 大乘佛法 八万四千法门 全部都是修禅 啊 就是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 修禅 修 修 思维修 所以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啊 为什么呢 都能得成的 都能开悟 都能隐心见心 啊 啊 啊 因为众生跟一心不相同 所以 修学啊 就有难易的差别 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仆度众生 他提出一种方法 识明明 识明明 这个方法容易啊 简单 什么人都能修 什么人都能修 而且无比的殊胜 啊 只要如法 如理如法 那 他就是无上神妙禅 如果念佛夹杂 那就不识禅了 禅里念不许夹杂 不识怀疑 不怀疑 不怀疑不夹杂 就是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就是无上神妙禅 那我们的一心 就住在名号上